我覺得這遊戲最聰明的是什麼? 懂得觸摸男士的心態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繼續玩綠服版天地劍 大家期待已久的女角色又再登場了 這次登場女角色就是跟劍聖同一個Pool的武蝶 大家可以看看武蝶的Skin 三件Skin 但個人認為第一件Skin是最不得了的 其他兩件Skin都沒那麼誇張 我們穿上一個基礎Skin 再聽聽CV 看見你真是安忍不動如大地 看見你 安忍不動如大地 安忍不動如大地 淨綠生命 此間進階虛妄 又可以執著 若堪破 所以這遊戲做些女角色 都明白到男人最渴望見到的東西 就算這隻角色有沒有用也好 抽來做紀念也有賺 我們進入正題 艷屬星足由 簡稱火奶 火奶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馬上去片 看看有什麼吸引地方之處 我們先看他的天賦技能 獵火繁花 當角色使用任何絕學施放在友方身體上 可以施加一個獵盆的狀態 持續兩回合 火花有什麼用呢 一開始可以攜帶四層 就是直接提升自身的法術防禦 我們每次使用絕學的時候 就會減低一層花火 這隻角色明顯是提升法術攻擊為主 天賦沒有提升任何資料 行動結束的時候 若果未施放技能會增加一層花火 其實花火這個效果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每當有敵人死亡的時候 就會自動刷身到最大層數 上限四層 不需要擔心沒有花火狀態 因為對方一死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刷身這個技能 又再跌回四層 獵盆有什麼用呢 堆戰前恢復自身血量值 為私家者的0.4倍 這招獵盆是目前最誇張的技能 我們用一招AOE技能 就可以令所有友方 施加了獵盆狀態 我們角色有獵盆狀態 假設對戰前已經可以恢復自身血量 不需要靠奶媽活血 單憑天賦已經給100分 特別打PVE 那些狗魚塔 開戰前已經恢復自身血量值 這個就是五星的天賦 我們先看看六星的天賦 六星的天賦 發術提升變到6% 而獵盆狀態 恢復量就為私家者的0.5倍 單憑天賦 這隻鹽奶 有別於其他奶媽 我們先看看六位屬性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血量值 就一般般 發術攻擊力為何會提升20% 因為它本身的基礎面板只有1800 發術防禦和物理防禦都是偏高水平 那我們就看看這隻角色的五內配置 好 五內方面其實兩路都值得大家升 不如先介紹神的這一部分吧 神的五內 餘溫沒有特別 不會上的被動技能 核心的AOE技能 以下滿天 主動使用技能會恢復範圍內所有友方血量值 恢復量是0.75倍 驅散兩個有害狀態 並且對範圍內所有敵方 C加一層燃燒效果持續兩回合 並且會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燃燒狀態都一樣 行動結束損失12%的最大血量值 上限兩層 而這隻火奶只有這招驅散Debuff效果 它驅散之餘 還可以令範圍內所有敵方 施加一個燃燒狀態和固定傷害 然後信的五內難盡雙續 單體治療技能 主動使用技能 會恢復單體的友方一倍傷害 並且對零形兩格範圍造成一次AOE傷害 對了 這隻角色為何要提升他的法術攻擊力呢 因為他有足夠的法術攻擊力 可以提升他的治療量之外 就是造成這樣的固定傷害 AOE傷害 非常之特別 然後一招支援技能 驅升運火 主動使用技能 對單體友方施加一個神域和匹功的狀態 並且施加一個驅升的狀態 都是加法攻 物攻 以及主動攻擊後 若果目標存在消耗狀態 對目標及周圍零形兩格 敵人造成一次AOE傷害 嘩 你看看多少 幫手加Buff又有AOE傷害 幫手治療又有AOE傷害 然後中間雲技能 神器流轉 一招AOE驅散有害狀態 但不會用的 最後55大技 職業同心 主動使用技能 恢復範圍所有友方 血量0.75倍 還會施加兩個狀態 就是焚炎和神護2 而焚炎狀態 敵人主動攻擊 會消耗狀態 並恢復自身血量0.5倍 以及會對靈形兩格 敵人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神護就是免除物理傷害20% 這招很有趣 特別適用PVP 假設對方用AOE技能 打到你的身上 這招技能就會消失和回復血量值 並且會對敵人造成固定傷害0.4倍 而對方使用任何技能或攻擊 都間接有犯傷狀態 所以這隻火賴是很多反擊技 AOE技能 然後先介紹一下絕學 絕學分別八招 三招被動技能 一招加Buff技能 兩招單體技能 兩招AOE治療技能 而我們怎樣配備技能 通常都會配兩招AOE技能 第一招AOE技能 就是驅散自己的有害狀態 第二招技能 就是受到攻擊 會恢復自身血量值 而最後那招技能 就是純粹一倍治療量的單體治療技能 如果單體治療技能 治療量不足 可以換回普通的1.5倍治療技能 可以驅散有害狀態 個人認為他的賣點就是會血之餘 還可以對敵人造成傷害 所以我不會選擇普通的治療技能 兩招AOE技能 其實可以換 換的最多是換招加Buff技能 加密攻和加法攻 但他的閉嘴只是對於單個有方私家 最大路的就是使用這三招技能 而暈石也不會改變 只是提升治療效果為主 而飾品也是帶回WiFi頭 提升自己的物理防禦 以及幫友方上補擊率 或者幫友方加攻狀態 最後可以帶回禁治療禁魂的手部飾品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隻火奶 個人來說非常建議大家 一定要抽一隻 因為這隻角色有一些治療技能 而他的治療技能 亦附帶一些攻擊狀態 又有增傷技能 可以造成多次的AOE傷害 以及這隻角色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天賦 可以令到戰鬥前回復血量值 而他的絕學又可以令到戰後回復血量值 可以令到角色的血量值 維持高水平 可以省治療的次數 而這隻角色亦有少許遺處 就是他的驅散能力 他驅散debuff的數量比較少 大家對這隻火奶有任何方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可以按LIKE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 再介紹綠服新角色 下條影片見 拜拜